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 过去的两个多月,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咨询我们 2024年想要顺利地移民加拿大到底应该怎么办 因为今年加拿大移民局的动作真的蛮多 从1月学签政策的收紧 紧接着2月阿省AOS暂停 萨省的GL审批越来越严格 曼省的省提名等待也无限期 然后3月BC的硕博通道暂停 4月份我所在的NS省也突然停止了 接收餐饮和酒店业的省提名申请 4月底联邦的SUV创业移民项目也刚刚限制了名额 显著提高了门槛 所以面对各种政策的不确定性 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 目前加拿大移民还有哪些靠谱能走得通的项目 首先如果来分析加拿大留学移民政策收紧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目前人在加拿大境内的临时居民实在太多了 今年初加拿大媒体公布的境内临时居民 人数统计是270万 而真实的数字恐怕还要高一些超过300万人 而2022年这个数字是140万 相当于人数已经翻倍了 这300万的临时居民中 其中有超过100万的正在就读的留学生 还有毕业工签 配偶工签 各种利密和劳务工签 陪度签还有难民 那么这些临时居民几乎全部是想要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不达到目的 绝不离开加拿大的 那么加拿大移民一定是一个往小池子大的状态 整体的趋势一定是难度上升的 今年3月份加拿大的移民部长有公开表示 未来会采取各种政策 将人在境内的临时居民转化为永久居民 说应这个趋势来看 如果还没有加拿大的访客签证 也就是旅游签的宝宝们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尽快申请旅游签 进入加拿大之后不仅可以加深对这里的了解 而且哪怕首选的一条路径 比如学签或者工签没有走通 起码仍然有旅游签在手上 可以找到退路 另外一方面 入境加拿大寻找移民机会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特别是利密亚境内贡签政策 在2025年2月到期之前 如果人已经在加拿大 可以把握时机从旅游签转换为工签 一定会比人在境外等工签要容易 其次以NS省为首的省提名项目 包括NV、NL纽芬兰和PI爱道和王子岛在内的大西洋省份项目 在目前加拿大移民整体进入旅行期的一个大背景下 仍然是门槛最低 最容易拿到PR身份的选择 目前NS省虽然暂停了餐饮酒店业的省提名申请 但是同时NS省移民局有明确表示 AIP大西洋项目是省移民局 非常重视并且大力推进的项目 这一方面是因为AIP项目需要先审核和批准雇主的资质 可以让移民局删选优势的雇主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AIP项目是要求申请人 必须为同一个雇主全职工作一直到拿到枫叶卡 是一个强绑定的雇佣关系 这样的项目就会让移民局认为更有利于吸引申请人长期定居在大西洋省份 而不是把大西洋四省作为一个临时的跳板 拿到省提名之后就离开 所以比如说做库克厨师职位的朋友 如果目前受到NS省提名辩证的影响 可以改做AIP项目 如果雇主现在还没有AIP的资质 也可以鼓励雇主去申请AIP资质的认证 这个不光适用于NS省 也包括NB、NL和PEI所有大西洋项目覆盖的省份 当然这些受到影响的小伙伴 也可以考虑转座其他的行业继续办理NS省提名 拿库克职位来举例 包括医院、养老院还有食品工厂这些机构 部分都有招聘厨师的职位 最后因为最近NS省移民局 在邮件里有明确告诉我们 他们接下来会重点审理的紧缺行业 是Healthcare医疗健康和Construction建筑师工 这两大行业 并且NS省针对这两类行业 都是有专门设立的快速移民通道 所以我会建议计划来加拿大留学的宝宝们 可以考虑就读相关的专业 一定会是靠谱的方向 特别是Healthcare医疗健康行业 有在NS省读书8个月 毕业有工作offer 无需经验就可以直接移民的毕业生紧缺项目 除了Nurse AIDS护士助理 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CCA专业之外 从去年9月开始 我们NS省还新增了一个 Paramedical医疗辅助专业 就是通常说的救护车急救人员专业 这个专业的优势 是在入学录取的同时 学校就会帮国际学生拿到哈法医院的工作录用信 也就意味着从一开始读书的同时 就已经有毕业后 长期稳定的工作offer和移民的保证 并且在整个读书的11个月的过程中 也是一边上课 一边在医院实习 所以英语好的小伙伴 我建议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读书一年就移民的宝藏项目 如果英语基础薄弱 并且脱家带口想要夫妻双打的朋友 之前提到的在我们省悉尼的K-Britain University这所大学 他们有提供双语的MBA硕士项目 也就意味着不需要雅思成绩就可以入学 一个人读书 另外一个人拿着配偶工签工作同步办理移民 也不是为一个稳妥的选择 话说回来 每个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最合适的移民路径 如果大家关于加拿大移民和留学的政策和方向感兴趣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具体咨询 谢谢大家